请在这边按个赞好吗 这是我一个小小的愿望 你看这么多年 2017年到现在 后面我跟你讲 等一下我要介绍内容是非常非常棒的 可惜就是没几个人来按赞 五个 只要是你按赞 我都觉得觉得很有成就感 好我要继续了 这边我就关掉了 好 接下来重头戏 就是前面这个安装只要装一次 前面这些安装 Power Pivot Power View 那个Silver Light 只要装一次就好了 好 可是我现在还是要先回来讲这个订单2020 请问 订单2020 这张资料表 订单2020 资料表 其实电脑中没有 好你看哦 你看我刚刚在这个地方 这边有的就是刚刚我是不是点了一下Power View 他这边有的 有的是这上面的这些内容 这个内容的名称 这个内容的名称记得吗 叫做订单 不是这个工作表名称 好 这边真的一定要讲清楚 让你去了解一下 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个订单 这个订单 它是依照我们曾经下载的一个档案 这个超级市场2017.xlsx 里面的工作表名称叫订单 对吧 里面有订单 有退货 好 有地区 好 这些工作表名称 然后可是我是取订单这张工作表 然后查询进来 所以呢 他在这边这个查询到的资料 他就取表格名称为订单 那这个订单是我后面 后面 他已经自动 自动帮我去做了 PowerPivot 加入字资料模型 就是 就是你游标只要落在任何一个表格名称 任何一个表格名称 然后点PowerPivot加入资料模型 好 他就帮你成功的 定义完成 也就是建模 好 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同时是取得两张 资料表 然后这两张资料表 可以自动产生关联 自动建模 这都是现在软体已经做到的事情了 好 只是我只是希望你稍微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动作到时候我还要会再请你们手动做 因为当你有可能要再去呼叫第二张资料表 第三张资料表来建立相关性分析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学会这件事 好 那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PowerPivot PowerPivot 当你点下去之后 你要如何管理他 好 首先管理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点这个管理 对啊 就是在讲废话 可是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为什么要管理 举例来说 有些那个栏位 有些栏位 我们可能 我想问你最简单的一件事 请问行ID是文字还是数字 例如说好了 订单日期是日期 游记方式是文字类型 客户ID是文字类型 那行ID是文字类型 对不对 可是很多人都会讲说它是数字类型 好 数字类型 像例如说 销售额是数字类型 数量是数字类型 折扣是数字类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需要去做四则运算 例如说我想要去算平均销售额 我想要去算平均的折扣是多少 或者是我想要去做加减乘除 好 这些都是运算 但是没有人在加第一笔记录加第二笔记录 第四笔记录加第七笔记录 没有人这样子加 所以为什么没有 是因为它是文字 文字这种类型 好 所以像那个学号 那个还有一些资料 资料的number 好 其实它都是文字的属性 那你大概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这边暂时也不去做这个类型的调整 可是这件事情就是属于powerpiver在做的事 也就是掌管类型的修改 另外你还有可能去新增栏位 也是powerpiver所在做的事 等一下就要要求你去做这件事了 好 所以powerpiver大致上它做资料查询 做新增栏位 好 那powerview呢 powerview 各位请点资料底下的powerview 好 powerview简单说就是画图 就这么简单 就是画图 所以我要先从一个很简单的图开始画起 好 首先 首先 请点了powerview powerview 好 我先把它删掉好了 然后 请 请点这个 资料 好 powerview 然后稍微等一下它就会自动产生powerview 好 我再看一下同学的提问 讲到这边我觉得我们先把这个档案储存 请你不要存成跟原始那个档案同名哦 这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档案内容好 好 超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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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析 分析 好 儲存 他也是以下的檔案